你什么时候跟那个白衣熙分手啊 你不会跟她假洗真做了吧 要不是她手上有我需要的医学机密 我早就把她给揣了 我跟她你更喜欢谁 当然是你 凌天 你真坏 是吗 凌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对我 当然 是因为你欺骗了凌哥的感情 口口声声说爱你 却连研究的医书机密都不肯告诉她 真是可笑 你闭嘴苏洛 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闺女 你去玩我的男人 你少废话 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况上 给你个痛快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 我就会把你发光 一刀一刀的 把你的肉搁下来 凌天 你可真是狠啊 真是看不出来 我白雨洗眼下 才会看中你这种卑鄙小人 哇塞 你们也别想好过 有个不受手的丑王妃 还敢下药上王爷的床 服务了又如何 还不是被王爷冷落 现在我看谁还能来救你 丑八怪 快喝 快喝 喝完我好交差 快喝 丑八怪 喝完我好交差 喝 喝 你他妈谁啊 说谁 说谁丑八怪呢 王妃 我劝你快喝了这碗药 不要为难我们这些下人 还王妃 我还皇上呢 你这死老太婆从哪出来的 跟我这玩呢 你 不要 你这死老太婆真是想毒死我呀 我靠 真的 难道我穿到那本书里了 不要 我靠 这老天 不会真让我穿越了吧 不管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得赶快逃 你竟然敢杀本王的天生侍卫 我没有啊 糟了 这副身子太弱 完全打不过 敢给本王下药 就该承担后果 我没有 如果不是你给我下药的话 我宁愿破公兰里的妓女 也不愿碰下几的妮 好 你敢杀我 我就跟你拼了 这 不是医书上的毒疼吗 我得再看看 说不定还能几款手 耍没耍花招 你试试就知道了 姐姐 你哪会什么医书啊 你要想活命 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啊 王爷 咱们还是赶紧找个太医 给袁世卫巧兵吧 来人 在 把王费拉出去 重打二十大板 等我见到太医之后 再去处理 林军爷 你不听我的 袁世卫就是大罗神仙来的都救不了 你消灭我 他还能活命 你少在这里混血摸鱼 你会后悔的 我是后悔 后悔没早点认出你这个毒子 做出那么多错事 把他丢进柴房 活不过来就当柴瘦了 一群废物 一个不受宠的王妃都对付不了 娘你息怒 我萌萌已经死了 什么也没透露 这还差不多 谁敢透露半句 本宫定饶不了谁 是 王妃 王妃 你等等奴婢 奴婢这就陪你去 别冲动 我还有气 王妃 你没事吧 我还以为 以为我搞片了 放心 这点小声 死不了人的 这个贵地方 我使一刻也不想呆了 小小 快收拾这些东西 我带你去跑路 天下之大 莫非王妒 王妃 你要跑到哪里去 哎呀 我忘了这是在古代 封建手 害死人啊 我得赶紧穿业回去才行 现在所有线索 都在狗王爷身上 得想办法解除误会 接近狗王爷 才能查清涂涛 王妃 你在说什么胡话 什么狗 狗王爷 你是不是装傻了呀 哎呀别怕 我脑袋淋着呢 啊 哎呀 先给我拿面镜子 哎 还好药膏能去掉印子 你看我这小脸蛋 可被狗王爷虐惨了 哇 莫非你好美啊 莫非 你这从哪里得来的白包箱 之前怎么没见过 这不正样 你现在告诉我 袁诗伟现在在哪 莫非 咱们还是赶快跑吧 连大夫都说袁诗伟没救了 再不走 这真的来不及了 堵一堵 单车变摩托 什么摩托 就这两个轮子 开起来嗡嗡嗡的东西 莫非 你不会真的装傻了吧 你不懂 我跟你说什么呀 还好 还好就 你肯然在这 王妃以为是为通奸被发现 就忘图谋害是为 来人 给我抓住王妃 无论死活 别过来啊 来人 给我 给我抓住王妃 别过来啊 无论死活 再过来我就不客气 都说了别过来 白玉溪 你竟敢当众行凶 白玉溪 你的脸 怎么 我自己治好的 统领 我也能救醒袁世伟 你别碍事就行 姐姐你不要说谎了 你一天也看见 你要谋害袁世伟 甚至还想 他想杀死全身 你胡说八道 我跟他明明是在救他 等他醒了 就能真相大白了 林军爷 算我求你了 你信我这一次 不然他真的就凉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哪会什么医术 袁世伟虽然是王妇嘉宾 但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怎么能为了自己活命 就草菅人命吧 来人 将白玉溪 押入地牢 白玉溪 你放开我 再不救他 他只有真的凉了 你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我是来救他 王妃 你怎么能这样 让我一起和一堪 让我一起和一堪 我干什么了 我 你 你扒开 扒开 切身难以切齿 你说我扒他的裤子 不知廉耻 林军爷 我真是为了救人 我是在打针 我不扒他的裤子 我怎么打针 救人 打针 就用手上这个东西 姐姐你不要再说谎了 我知道你想活命 可你也不能这样啊 闭嘴 快来人 把这个藏货 赶紧给我拉下去 王妃杀人了 白玉溪 你放手 你竟敢杀了从小随从我青铜手足的侍卫 你放手 慌什么慌 他死了 我赔命 好啊 来人 把白玉溪给我拉下去 王妃居然连王爷从小长大的侍卫都不放过 实在是太恶毒了 不是王妃 不是王妃救了我 王妃我们已是奉命行事 请您安心上路 请您安心上路 住手 参见王爷 元爷醒了 什么意思 对 过去的我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不想再委屈求全了 你少跟我废话 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你的医术怎么会神 我就是得到三甲神医的真传 仅此而已 三甲神医 还来本王见见 见是不可能见的 再说了 我到哪让你见到现代的三甲医院了 只要你给我竹目掌印 我就可以考虑考虑 就是救了人 狮子大开口啊 最多让你搬回清醒 你是个贱人 听说 这么久以来 王爷没有重新过王妃 可王妃 你所不是王妃是谁 真的 清真万全 这下 我也要让这个贱人 死无造训 夜深了 王爷请回吧 怎么 现在就敢本王走啊 你是在跟本王管欲擒故纵法戏吗 你想干什么 你在期待什么 王爷不是说多看我一眼都觉得恶心吗 哼 本王只是在这过夜吧 王爷 王爷赎罪 其实如此暴自只赢得了密报 则是王妃已非完毕之身 会由我来大胆为姐姐业明正身 王爷你是死的吗 本王妃还轮不到你这个侧妃来管 反倒是你苏洛雪 大婚之后 你也没交出洛夫他 怎么 侧妃才是不解之身 亦或者王爷之间可不愿意碰你 王妃 你竟然打我 你还够欠千神 我要因此名正 雪儿 白玉溪你真当自己是王府中 你竟然诬陷雪儿 打你 快跑 这事要家暴 快跑 这事要家暴 那我打不打你 白玉溪 你果然是个不知廉耻的大夫 原来是定北皇妃 我王都有王妃 那我王妃 不要怪罪 没事没事 小皇妇 请火缩进宫太后 我进宫 你和我一起去 啊 关我什么事啊 少废话 要不然 隔离你的尺寸 太后那个老不死 终于要死 这后宫 马上就是本宫的天下 哈哈 不过听说那位 那位为进宫 说是为太后准治 就是那个又丑又贱的白玉溪 正是 听说王妃前天救活了一个中毒降死的事 她还有那能耐 来 带上来 让本宫瞧瞧 皇宫 皇宫真大 上个茅房都那么明明 哪里是太后请过 定北王妃 小人给您带路 这不是太后请 我 你走我没声音的 放肆 定北王妃见了本贵妃还不行礼 罪该万死 来人呢 乱共打死 一上了就要被乱共打死啊 一上了就要被乱共打死啊 本王在 谁敢动手 定北王不是被迫取的这个女人吗 本宫都替你收拾了 本王的事情还轮不到饮叉室 珍贵非赖永福行 就不怕我走 还一本吗 你 走 太后的病是今年累月所致 不过我已经失真 让她暂时脱离危险了 只要按时吃药 暂时就没什么大碍了 那就好 这 白玉西 你要想害本王就对着我来 为什么要洋装奖条件 伤害太后呢 我没有 来人 把白玉西押出去 待神 你 太后 太后 那个混蛋一次都没信过我 白玉西 白玉西 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跟我作对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 苏瑟菲今天不装贤良输得了 哈哈哈 你少耍嘴皮子了 白玉西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嗯 王妃为罪自禁地劳指 嗯 这种死法 可比刺杀太后 被凌翅处死 要生气多了吧 死得便宜你了 死了 都发的这么快 哈哈哈 死得好 收拾干净点 啊 幸亏收买了领班太监 不然我想明就要交代了 这皇宫这么大 从哪出去了 嗯 王妃这大晚上 还到竹篮旁吗 我迷路了 看王妃神色慌张 莫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正要去太医院呢 王妃不熟悉公路 恐怕还没找到太医院 有尸骨不存了 华神 传闻您的活死肉白骨 这太后 太后娘娘是众主 且毒素已深入五脏六湖 臣尽力而为也只能够知道结果 定北王 定王妃一起谋害太后 该当何罪 该当何罪 下毒的王妃 已经被本王派人押入天牢 她的所作所为 本王并不知情 究竟是定北王府的罪 还是有人别有用心 接下来 就会水落石出 亲密皇上 定北王妃被人私下放好了 这个贱人 还没死 定北王 您就别演了 犯鬼的是您 捉鬼的是您 真是好手段呢 邻居爷 建议 要是交不出下毒之人 朕就拿你问罪 来人 将这定北王抓起来 我在这儿 这个小贱人 居然还没死 毒妇 竟然还敢回来 你 我要是不回来 你早就被人弄死了 还不感谢我 来人 将这定北王妃 一并抓起来 我要是凶手 那定是罪该万死 而如果凶手另有其人呢 另有其人 凶手 就是他 不好了 功力传信来说 王妃还活着 什么 即刻进攻 即刻进攻 没错 太后所中之毒 就是这个 何人之事 不愿意 不愿意 或许 这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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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乃一中奇才啊 做我的嫡传弟子 日后继承我轻衣门如何 日后继承我轻衣门如何 造这戒指的人在何处 乃上一任松主自创 在临走之前 只和定北王私聊过几句 想必只有定北王才知道他的下落 这个之前吗 太后 孙媳妇来迟了 你为何要哭啊 你两次把哀家从鬼门关前救回来 皇上只是赐你金银珠宝十项 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太后真想帮我 就赐我与王爷 你与王爷新婚 本应该和和美美 只因为哀家让你受了委屈 哀家就赐你与定北王 早生贵子吧 误会了 误会了太后 来人啊 赐定北王与王妃 欢喜隔三日 太后 我想您是误会 我 不是 太后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啊 啊 王爷就这么积不择食 配合本王这次 给你当家主母之位 那不如先告诉我 清一门上一任宗主的下落 他的下落 是不会告诉你的 快告诉我 什么来历 你打什么主意 欲速则不达 要是惹得他心收怀疑 往后打死都不说 我回家的线索就要断了 不说算了 好奇而已 不如王爷先答应我的和离 我现在是王爷 将来还是王爷 能给你当家主母之位 一事极限 不要再想着欲擒故纵 得寸进尺 好好好 配合配合 但是不要忘了当家主母之位 王爷 不要啊 你弄疼我了 啊 不要啊王爷 白玉玺 我定不会让你好过的 啊 王爷不好了 索索非救急复发 腹痛难忍 吐血不止 怕是 妻生该死 都怪妻生的身子不争气 还王爷忤逆了太后的旨意 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 现在身体感觉如何 还是浑身无礼 没有十天半个月 还是走不了路了 雪儿 王爷 姐姐如此待我 也是我活该的 都怪妻生 坏了姐姐的好事 只是 王爷 王爷 这该死的白玉玺 你这个毒妇 为什么要对雪儿那样 我只是以牙还牙罢了 我在天牢的时候 是你眼中如恶不能自理的雪儿 给了我一碗毒药 要治我于死地 你 这种事情都能编得出来 如此看来 定北王府当家主母的位置 也是不想要了 哪能还认错 林娟颜 你是瞎了吗 他说什么都是对 我做什么都是错 凭什么 我不服 我死里打 嗯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只能尽现棉膜之力 连你 都比那个睁眼下 有情有义 其实这事呢 怪不得王爷 要怪就怪丞相 当年丞相 为了逼王爷娶你 强行苏色妃嫁给一个老头 被辱任意 要不是王爷及时束手 再救下了苏色妃 所以王爷才会 都算在被格外重用了些 此事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真相如何 我一定会亲自查清楚的 王妃 谢谢 袁侍尾 给王爷身上纹身的那个人 现在在何处 属下不知 当时苏色妃好像在那 他也见过神秘人 没错 高人引退江湖之前 也见过苏色妃的 哦 不会是苏洛雪把人藏起来了吧 叮嘱我爹 此无关系身家性命 一定要操好 苏色妃请放心 丞相一定会妥善出 看来王爷对小女果然是真爱 小女初次回门 王爷亲自陪同 辛苦了 雪儿 新婚三日回门 我自当 一同前来 是是是 小女 虽是本阁收养的忠臣遗骨 但是本阁 也从不偏袒 王爷 若是真爱 可以将他侧妃扶正 平击也可 这么明目张胆的帮小女儿裁大女儿 真要让这小三上尾 我还能活着找到神秘人吗 本王倒无异议 只是 不知王妃 有何意见 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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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非 这就是当年你不听我的事 圣旨到 传太后一旨 应为王妃大功 金银珠宝十香 不品绸缎千尺 赐一品告命夫人 谢太后隆恩五等皆旨 恭喜大师姐 师父也让我们听从大师姐的吩咐 放心 哀家会给你撑腰的 师父 这是 放心 我也是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回眉 幸好孔奶奶早有准备 爹爹 现在还希望王爷 扶正侧妃吗 想不到王妃背后竟然有太后和亲衣门成要 有这两座靠山 王妃就算被竹处定被王府 也可后顾无忧啊 你傻啊 有这两座靠山在 王爷别说竹王妃出府 就算是将侧妃扶正也没门啊 爹爹现在还希望王爷 扶正侧妃吗 哎呀 女儿说的哪里话 哪有天下的父母不希望你们夫妻和睦她 既然你们都回到了丞相府 那就一起多住几日吧 啊 神秘人线索在哪里 这个希儿 真是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 嗯 哎 看来得找她谈谈 哎呀 怪奇 定有猫腻 九月初二 不见不散 这就是他们 约定的时间 还有三个月 看来我得盯紧我这个爹爹和妹妹 我们希儿越来越美丽了 爹爹有话你就直说 这些日子你受了这么多苦 应该也想通了 应该帮谁了吧 帮谁 当然是帮你妹啊 爹爹此话是可以啊 你妹妹从17岁就进入定北王府 落雪十岁就能下毒让你毁容 十九岁就敢自毁清白 严苦肉计 让林军妍英雄救美 原来是你们两个害我 等我找到神秘人 姑奶奶一定让你百倍唱话 看来你还是明万不灵啊 那就别怪爹爹狠心了 雪儿 爹爹当初对不住你 差点耽误了你的幸福 要是你能原谅爹爹 咱们妇女就对饮三杯 算是尽是前嫌吧 爹爹何出此言 妇女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 爹爹雪儿敬你一杯 再敬雪儿一杯 雪儿这杯 本王剃头 来给王爷满上 来给王爷满上 来王爷 王爷 王爷看来是困了来王爷下去休息吧 嗯 王爷 王爷 王爷不见了 碧儿 快一起去找王爷 啊 就是这个味儿 就是这个味儿 啊 是 幸福是 的 碧儿 洛宏盼 去交给王妃吧 苏侧妃只不过跟王爷圆个房而已 恨不得照告天下 她凭什么得到王爷那么多的神奇 王妃跟王爷圆方了 都 我不要的男人 他当作是个宝 还是夜夜替我挡灾 我现在还来不及呢 王 王爷 你怎么来了 果然不能背后说人 王妃 前几日为了 跟本王上床不择手段 今日这几句话 几句真几句假 王爷 你好歹大小是个王爷呀 居然听墙角 多吊嗑啊 你少跟我装风卖傻 你要再跟我耍花样的话 本王让你生不如死 你放开放开 什么爱好呀 一言不合就动手 王爷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总有调名想害你是吧 你 好自为之 不行 我怎么总是这么被动 我得想想法子 晓晓 嗯 这附近的二位买卖黑市 在哪儿啊 王妃 你个弱女子 怎么会用这么危险的地方 姑娘看一下 这匹怎么卖啊 这个无人钱一匹 今日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我不杀无名之辈 赶门阁下尊姓大名 好废话 敢动 哎 就你也要与本作一战 不不不 抽搐我 这是什么招手 这是我的独家武功 想学吗 想学就拜我为师啊 敢问阁下最姓大名 你 东方不败 参见魔祖大人 东方不败大人 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好说好说 兜子家兄弟 起来吧 好说好说 兜子家兄弟 起来吧 是 这就当盟主了 也太简单了吧 盟主有所不知 只有通过这生死擂台 赢得比赛 才能获得着盟主职位 这每年有不少人呀 死在这擂台上 是 是这样啊 哎 哎 哎 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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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药犯的 都快要死了 还熬起什么 还以为自己是第一安慰呢 他一年前遭人暗算 神中剧毒 恐怕已时日无多了 我能治 多谢盟主救命之恩 属下愿鞠躬金翠 死而后已 没那么危险 发动暗影阁的力量 秘密帮本座找一个认得这图腾的人 是 你帮本座盯着苏洛雪那边的动静 是 碧尔 去问问 王爷今日几时回来 王爷说 近日公务繁忙 都要在书房歇息 一定是那个小贱人的刀鬼 去禀告王爷 就说大夫看过了 是 姓妹 可是侧妃 您刚来玩魁水 是 奴婢明白了 光靠暗影门 轻衣门的弟子还是不够全面 应该是发动发动群众的理 比如 对 开个酒楼 那这招牌菜 王妃 他们太欺负人了 他们怎么你了 就是苏侧妃的丫婚碧儿 她把我给王妃多了两个小时的骨头汤端走了 硕士王爷根本不必王妃伺候 王妃根本不必这么补身体 哎呀 这个猪骨汤并不滋润 喝多了还长胖 过几日啊 本王妃亲自给你露一声 让你尝尝什么叫做十全大补药膳 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大家里边请里边请 新药上饭庄 只此一家别无封号了 来里面请 王妃这是缺银子了 还是借着开饭庄的幌子 找人呢 谁会嫌赚钱多啊 这么决心 算我入股一份如何 太子缺银子了 还是借着入股的幌子接近我 上次是谁 不顾安危救了王妃来着 王妃还答应要做一件 独为良心吗 该不会几日功夫就 还能呢 来里面请里面请 比这王妃的名号 抛头龙面勾三打死 王妃好有生意头脑啊 王妃不仅一束绝伦 烧了一手好菜 能掐会算 你看做生意都很有头脑 连金明强干的刘烟 也都上赶着滑溢 吓什么迷魂药 连你这个鱼木疙瘩 都对他再不决定 属下不敢 一手好菜 说不定 再做什么 见不得人的勾当 王妃 大夫说 速册费有喜了 没关系的王妃 奴婢会永远陪着王妃 还有本王 大夫说 你胎心不稳 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妾身今日 食欲不振 睡眠前佳 只是想更靠近王爷一点 心绪就能感觉更好 王妃 善于 调理药膳 明天让她 帮你调理调理 王妃 真是贤良 开口鼻口都是那个贱人 太后 你可知道这个图腾的来历 太后 你可知道这个图腾的来历 好像见过 这东西很稀有 好像被皇上收藏在国库里了 庆典的时候才能见到 哀家也共同见过一次 会不会是医书 可 怎么才能接近国库呢 想见 正好是十日后 一年一度的真修宴 就由你操办吧 谢太后 岂有此 本来真贵妃都说几年 轮到我来指持真修宴 一个草包小贱人到底懂什么 说的是啊 太后太偏心了 这样下去她不得反了天了 我要让她站得高 摔得很 最好 也无法审知 太后 你可知道这个图腾的来历 好像见过 这东西很稀有 好像被皇上收藏在国库里了 庆典的时候才能见到 哀家也共同见过一次 会不会是医书 可 怎么才能接近国库呢 想见 正好是十日后 一年一度的真修宴 就由你操办吧 谢太后 岂有岂 本来真贵妃都说几年 轮到我来主持真修宴 一个草包小贱人到底懂什么 说的是啊 太后太偏心了 这样下去她不得反了天了 我让她站得高 摔得很 最好 也无法审知 诶 只是一块运用图腾标记的破石头 不是一树 王妃喜欢这个东西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一会儿不散 这次定比王辉仪操办得不错 爽 谢皇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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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御医快叫御医快叫御医 御医快叫御医快叫御医 一定是王妃大毒 想谋害王爷的子嗣 王爷 你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主啊 来人 把王妃熬的汤药一滴不剩的给他喝进去 不渴 我都说了这汤里没有毒这下性了 他怎么知道汤里没毒 把毒抹在碗勺上这种小技量也敢拿出来炫气 元燕 银针是毒 随便王爷 毒确实下在碗勺之上 而这碗勺 是苏塞妃月中鼓勇 据说是严魂碧尔 为了苏塞妃的胃口 特意带定真羞燕 怎么回事 严魂碧尔 我对你这么好 怎么能害我呢 奴婷冤枉 是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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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妃没同我奴婷这样做的 乖兴 是你吓的 我花那一花钱干嘛呀 我都说了她肚子里没有孩子 我花那一花钱干嘛呀 我都说了她肚子里没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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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你怎能如此颠到黑白 还跟孤男的眼呢 苏塞妃在服务之前 就一定使用了护体型 毒不起她的 见鬼了 这个贱人怎么什么都知道 苏塞妃的表演不好意思 还要精彩呢 雪儿事情是这样的吗 偷偷 皇上 是碧儿 是碧儿交妾身如此争宠呢 妾身也是一事糊涂啊 都是奴婢的错 是奴婢 让孙可飞驾驭 陪害王妃 王爷看在本阁的面子上 这子就饶了雪儿吧 毕竟你们已经圆房 这子寺的事吗 迟早会有 这不是我亲爹吧 心都快偏到鸽子窝了 皇上 这是定北王的家务事 就让定北王 自行处置吧 本宫今天就在这盯着 定北王一定要给王妃一个交代 本宫今天就在这盯着 定北王一定要给王妃一个交代 把密尔拉出去 重挡三十大痕 即日即 突出定北王府遵命 来人 干嘛带下去 王爷 苏册妃 苏册妃 苏册妃救我 苏册妃 王爷 饶命啊王爷 苏册妃 无善用力 收回当家主母之权 现今日起 库房钥匙西数账本 归于王妃 定北王 就这样如此了吗 苏册妃 苏册妃 中了二十大半 与你为敬 王爷 你为敬虎册妃 我真气的东西真是高看你了 谢儿王爷已经还你清白 以后还是要不计前嫌了 爹爹还是不要如此亲密的好 汐儿可承受不起呢 丫头迟早有一天让你哭的 这次的阴谋 本该是天衣无缝 你是怎么做到洞悉一切的 还是因为三甲仙尸啊 他确实 是极其会算洞悉一切 太人现在在哪 你想见他 随便问问 想知道也可以 看你也会不会 表现 为什么呢 走着瞧 没有你我也能找到 皇上 自从那定北王妃来过臣妾的寝宫 臣妾就一直头痛不已 要是无效 不如 请国师来看个口 也好 请国师 姚妾 姚妾作祟 要乱我大灵陀呀 姚妾 现在在何处 是 王妃 思思思飞进宫了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是 酥乐雪被打了二十大把还能进宫 不好 小小 王爷现在在何处 听元爷说王爷去军营了 近十日都不会回来 那你快去饭庄 请林优越过来 就说十万伙劫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大大妖孽 竟敢附身在姐姐身上装饰弄鬼 看我今天不把你打出原刑 苏乐雪 你好大的胆 车子王爷不在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谋害定北王府的当家主母 别装了 你根本就不是白玉玺 国师已经算好了 是斜碎附体 已经向皇上请了令牌 将你秘密处死 我看这一次 还有谁能来救你 带走 住手 此等大事 还应等定本王回来再行这段 殿下 难道您是想 抗旨吗 本王非要面上 带走 你们在搞什么封建迷信啊 闭嘴妖孽 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 皇上 贵妃娘娘 过去的姐姐是养在深贵的亲亲小姐 不仅面容丑陋不暗事实 可现在的姐姐不仅是貌美艺术高超 出于精湛 还撂手如身 跑入半仙 拿出的东西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定人 不是过去的姐姐 不是过去的姐姐了 还有何话要说 苏瑟妃 是在记作本王妃吗 妖孽 今年南方出现了罕见的灾荒 恶福遍野 我一横行 定然与你脱不了关系 皇上 唯有烧死此妖孽 才能还我太平盛世啊 那就一国事所言 皇后 服妖 父皇 参见皇上 皇妃 只是精通医术 难道本国容不得一个精通奇门遁甲 周易占卜之人吗 定北王这是要为了一己之私 先天下苍生于不顾了 臣不敢 只是天下苍生 与我定北王妃有何干系 王妃是妖 祸国殃民 臣 七岁出征 驰骋沙场二十余载 就为保护我方山河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如若王妃是妖 臣第一个杀之 不用尔等插手 林军衍 你这是要抗旨不尊了 还请皇上 冰茶秋好 来人 将定北王夫妇一同押入大牢 哀家看谁敢动定北王和定北王妃 母后 定北王妃医术高潮 还救了哀家两次 大家有目共睹 老夫这个土地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詹姆 要善的提议 与清门上一任宗主 一脉相承 绝对是名门正统 老夫可以证明 皇上你也听到了 王妃并非邪罪附体 倒是这个异国的术实 应该仔细尝一尝 本王记得 这位博士是珍贵铁区舰 皇上明鉴 本宫听苏策飞哭哭气提的说 定北王妃行径一场 这才让国师占卜的一些 民女无知啊 一切只是猜测罢了 都是这个国师要掩祸中 正才让洛雪 颤奠出成大错 皇上 天在恒星之年 当然又有活物祭天 那就让你祭天 我 不行不行 皇上皇上 要不等你皇上 皇 王妃 你有没有受伤啊 快让奴婢看一看 没事 我自己会医治 林军爷 你干什么 上药 我自己会上 害羞啊 你浑身上下 本王哪里没接过 你都已经碰过别的女人了 不想让你碰我 好 要想不让本王碰你 你就配合 丫鬟好好上药 我已经上了冷服帖了 这是本王妃研制的特殊膏样 可以抚平烫伤 比你那个膏样 管用多了 放心吧 这药膏 也是王爷花大价钱买来的 是王爷的一片心意啊 得了吧 黄水兰给击败你 没安好心 再说 本王妃坚持一副 义气 林军衍 王妃 你得尽了谁啊 做不成夫妻 还可以当兄弟 咱们合作吧 你 也配啊 看来我还是不能告诉你 苏洛雪是丞相派来的奸戏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江南灾荒 瘟疫蔓延 特令王爷领粮赈灾 王妃协同前往 为灾民一阵 造福苍生 亲死 臣 接纸 你是怎么想的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做好了是应该的 做不好 可是要掉脑袋的 我可以向皇上请旨 让你在王府休养 不必跟随 你救过我一命 就当是我欠你的 可以去医区收集并练 还可以顺便找神秘人 搞不好就直接穿越回家了 傻子才不去 那你想好了 此行很艰难 正在而已 这有什么好危险的 拿来吧 这样 三碗水煎成一碗 服用三日便可全月 多谢王妃 您可真是大善人啊 请问 你见过这个印记吗 你可曾见过这个印记 见过有个外来的怪人 整日画着个 前阵子 还在村西焦头的小茅屋里 见过他 多谢 送你一副好人身 好好养养身子 莫非 这图腾的主人 是他的义中人 王妃 属下不要园子 属下愿陪你到天涯海角 这个地方不属于我 我要去找属于我的自由了 不好了 王爷被刺杀了 王妃 你看 我早就说了要合作 你偏不听 你看现在 别人在暗我们在明 神为刀族 我为鱼肉 早晚有一天 不是杀了你 就是杀了我 王妃 我求你别说了 王爷是为了救我 才变成这个样子 我求求你救救他呀 放心吧 有我在 鱼龙王来了 都强不走他 这设计图 时光穿越机 这帮设计师 在设计时光穿越机 太好了 该换药了 让元业来换就好了 明君眼 你害羞了 都这样了 还不老实 别多想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病人 有病就得治 若不称现在 要挟本王 告诉你神秘人的下落 你以为本王妃 和你的苏侧妃 一样卑鄙无耻吗 不许污蔑她 你也不想想 我们的行程 只有皇上才能知道 这些刺客 怎么可能跟在我们 屁股后面跑 放肆 你竟敢污蔑皇上 怪不得老话说得好啊 你永远也叫不起一个 庄税 白玉溪 启禀王妃 有百姓说 神秘人往北上方向去了 这方向可就大了 简直犹如大海捞针 小气鬼 你要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给你看病啊 我不需要 住手 白玉溪 这就对了嘛 有病交治 不要汇集计医 皇上有旨 夫人检举定北王贪污受贿 私吞赈灾粮款 先将王府查封 捉拿定北王夫妇 全去大理寺审讯 定北王夫妇 经人举报 赈灾银员 同国库划走三十万两白银 但是买粮食药材草料 却只花了十万两 你们贪污了二十万两白银 该当何罪 本王问心无愧 可以让账房来查看 账房 现在已是死无对证 王爷是不见乖采不乱泪呀 来人大行伺候 这账本是假的 账房是被人杀人秘口的 紫鸭子嘴硬 将定北王妃 一并寻醒 此事与王妃无关 若有其他事情 我就 叫什么叫 幸好本王妃早就抄了一本真账本 叶静 拿真账本来 怎么 丞相还想抢账本不成 放肆 本哥只是想验明一下账本的真伪 如果哀家说这是真的呢 没用的废 连两份账本都找不到 还敢做王妃的美梦啊 亲身不敢 亲身的命都是真贵妃所救 自当失死 效忠贵妃娘娘 最好别让本宫知道你有二心啊 这账本上的每一笔账目 都有掌贵画呀 完全有据可查 无同作假 而且根据账目的记载 定北王夫妇 非但没有苛扣正栽两款 反而因为物资哄抬 自己贴进去三十余万两银子 这样爱民如此的好人若是被冤枉了 往后谁敢为百姓着想 太后所言极是 我也是 受皇上所命 查办此事 皇上那边有哀家去详说 放人 不好 伤口裂开了 赶紧找个干净的房间输血 去查一下那个账房的验尸报告 怎么死的 急点死的 不准漏掉一条线索 是 盯一下丞相那边的动向 是 太后娘娘 您快去休息吧 该休息的人是你 花神医都说了 你用自己的血 救了定北王的命 身子亏空的大 近日不宜劳累 我身体好着呢 太后 我扶您去休息 再不这样 我可要生气了 哎呀 这孩子 这女人 竟然用自己的血救我 她到底想干什么 今日你看到的 只是本侧妃与真贵妃的个人过节 若是敢出去乱说 毁了本侧妃的声誉 碧儿子下长 你是知道的 王妃 奴婢看见 苏侧妃与真贵妃的 还好 活下来了 你现在 本王劝你 还是早点死人条线 什么心 别装糊涂 你拼命讨好本王 我就是想 找到三甲仙尸 早点脱离 王府的牢笼吗 他怎么知道 我想穿越回去的 本王 是不会让你无怨的 我再也不会问你了 王爷 你是不是又惹王妃生气了 他不是想和离 就是想看别的男人 你说他有个王妃的样子吗 那你也没有一点夫君的样子 你说什么 王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其实我是想说 王妃真的比你想象的要好 王爷 这本章本上 记载了十几万两银子的药材 都是王妃自投药本 他又出钱又出力 正极灾名 你还这么说 王妃心里啊 一定会不开心 那死累活正在一个多月 总算是吃到点荤腥 王妃 苏测妃她 那个睁眼瞎不肯说 我还有白电话那条线索呢 小小 今日是几时几日 八月三十 王妃问这个做什么 是想等着苏测妃 与神秘人会灭那日 找神秘人帮王妃 逃出王府吗 此时 是在必行 刚刚还想跟我说什么 果然没错 这个苏测妃跟真贵妃 早就有勾结 没错 丞相跟真贵妃 素来不和 苏测妃居然能终悬在 他们两人之间 可惜王爷 始终不信任王妃 我提醒过 那个阵眼瞎两次 他都不信 活该他被扣 我要是再提醒他 我就是狗 吃饭吧 你爸爸王妃这点干嘛 是好戏马上开场 哈哈哈哈哈哈 好闺女 虎夫答应到手了 贱婢 你约本宫前来 就是想让本宫看你怎样 脚踏两只船吗 你该背叛我 他手上的 是林国可以调动 三十万大军 虎夫答应 这要是丢了 定北王就死定了 给我拿下 看到没 你视他如珍宝 他视你如傻子 而且 这次是你亲眼所见 总不可能再心思手软了吧 林军爷 走 既然我们的目标 都是扳倒定北王 为何不干脆 合作互惠呢 你背后的主子 能帮我执着后宫吗 能让我三岁的齐儿 登记皇位吗 哼 等你能答应我这两个条件 再来谈互惠合作吧 丞相 哈哈哈哈 还说人家是傻子 原来我才是最大的傻子 谢谢太子殿下 送我回府 难道王妃 好色 别胡说八道 我只是看您身上这图腾 和清一门的图腾 一般无二 所以才好奇 这图腾 是清一门上一任门主所留美族 一切皆因 父皇委托他炼制长生不老丹 长生不老丹 对 上任门主说 需要凑齐五个像他那样 身上能九存灵徒的灵征 方能开启长生不老大 只是有一天 见过父皇之后 便忽然也退江湖 父皇便寻天下十年 也不闻其宗 所以才放弃了 也就是说 神秘人身上也有这图腾 太子可知 除了上一任门主外 其他两个人身上有这个图腾 身在何处呀 是乃机密 不如忘 咱俩谁跟谁来 你偷偷告诉我 我不告诉别人 王妃你可算是回来了 王爷还派我找您呢 等你们到了 我风头草都长出来了 王妃你要是想算账的话 改是再算快回府吧 府里出大事了 王妃要忙王府的家务事 本王不便差事告辞了 王妃我们来日封长 切实是那正贵妃和丞相之事 不得已猜猪卖王爷的呀 哎 为此 请也是启示难恩啊 苏侧妃是金蛇系班子毕业的吧 演技如此了得啊 王爷 切身所言屈居属实 切可以对天发誓 不用 对着你的天生丫鬟 碧尔发誓吧 王妃 你知道碧尔是我的天生丫鬟 她被打死了 我心里难过 你是这么故意冲我心窝子吗 是谁说的碧尔死了 碧尔 不是死了被送回乡下老家了吗 侧妃看到碧尔活着似乎很失望 哪有碧尔 能看见你 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苏侧妃 您不要再撞了 您这么讨好我一个丫鬟 我就是怕我将您做的那些事 金树抖出 你不要胡说 你再胡说 小心我自按你的嘴 啊 王爷 之前是第二步动试 才跟着苏瑟妃做下去的恶事 望王爷输碎 说 苏瑟妃从始至终对您都没有坦诚过 你断绝苏瑟妃被凌辱那晚 其实是苏瑟妃和丞相联手社的局 王爷 王爷 他前生真心爱慕您所以才 王妃 你小时候突然毁容 也是苏瑟妃下毒所致 后来进了王府 更是想让吴默默毒害女 好让自己坐上当家主母的位置 然而每次败了 苏瑟妃便逼迫奴婢出来顶罪 奴婢是 实在没有办法 如今一而别无所求 只求安稳度过余生 望王妃成全 再下去吧 王爷 打算作何处置 本王已将你爹苏将军的灵位 骑到府上 今日就手里你爹的灵位 赐你修书一封 送你回丞相府 王爷开恩啊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让我为怒卫兵也可以 只要能留在王府 天一定改过自新 千万不要从前回丞相府啊 你丞相也恨切入骨 有切回去 一定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啊 要你命 都是便宜你了 王爷救命啊 此人 由王妃处置 不过 他爹曾在战场上救过我一命 留他一命便可 王爷别走 萧萧 今晚有仇的报仇 有怨的抱怨 好嘞 王妃 你瞧好 苏侧妃自入府以来 挑拨是非 兴风作浪 得心有亏 现前送回丞相府 妄言家看管 如有再犯 恕罪并罚 严惩不待 即使小女犯了错 便听从王爷派遣 不敢有愉悦之举啊 按律而言 侧妃 只需逐出去便可 王爷还给了一封修书 算是女儿 尽力求来的体面 谁要你这种体面 爹爹不必感动 本王妃还要回去 安抚王爷的雷霆之怒 就不留下来吃饭了 快滚快滚 打道回府 臣恭送王妃 借人 借人 老夫的脸 都让你丢尽了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 是时候告诉我 青云宗主的下落 还我自由 王爷知道 这段时间是委屈王妃了 所以特地摆下这一桌 都是王妃你爱吃的 您这一开口 据说要走 这未免 太伤王爷的心了 我伤他心 他还伤我寿命呢 哎 这可不能乱说 他可是王爷 要是王爷一气之下 把你也送回丞相府 白雨昕 等太后病好了之后 本王会告诉你 三甲仙尸的下落 到时候 自会与你合理 并会送你一笔安家费 保你平安 该不会是你不想合理 找的进口吧 太后现在身体不适 如若知道我们合理 身体肯定出销 后果不堪设想 好啊好啊 那对义王爷所言 我们立自据为证 你 王爷不会是反悔了吧 反悔 本王巴不得让你离开 你这肉里 不会下毒了吧 海雨昕 好好好 我吃 我吃还不行吗 这段时间 本王对你有所亏待 如果你有别的需求 本王尽量买足 这个邻居眼 现在看起来 也没有那么讨人眼了 我的着装如何 王爷英明神武啊 王妃一定会回心转意 不管什么三甲仙尸 一辈子就和王爷 永结同心白头偕老 你胡说什么 我只是跟王妃 一同彻查 正在贪污一案啊 对对对 王爷不会讨好王妃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王爷 快敲门吧 说不定王妃还等着急了呢 嗯 王爷 王妃一早就进宫里 给太后治病去了 说是这样 就能早上离开王府 好 哀家是不是没得治了 不不不 太后只是慢性心衰 我有法子治 不过 最快也要三个月 如此甚好 怎么你还一副 闷闷不乐的样子 老娘才不要和那个 睁眼瞎待三个月 再想办法从别的渠道 尽快找到神明人的线索 对了 您优异 你 王妃 昨天晚上 王妃喝醉了 又是跳舞 又是吐的 我也照顾了王妃一晚上 确实是用心了呢 用心也不是对我一个人用心 不能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 再好也不能动心 为师这么多年的建筑炎 来照两针试试 行 师父您一试便知 啊 师父您 怎么了 你也是上一任盟主选中的灵者之一 对 那师父您可知道 最后一个灵者身在何处啊 哎 你这念头 你要扎死为师啊 师父 您就信我的吧 哎 好像还真有点好了 托儿 你是怎么做到的 改日再来教你 我今天有事 哎 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最后一个灵者 好像找到了 怪不得邻居业 灵雍业和神医三个人身上的图腾略有不同 原来五个图腾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的五种能量 只要集齐了这五个人 穿越机 就可以重新启动了 怪不得 原来我已经找错了图腾 所以才找不到人 现在只剩下木灵者和水灵者了 啊 叶剑 在 吩咐下去 酒楼仪馆和爱影阁通力合作 一定要找到身上有这两个图腾的人 是 白玉兴 都是你害的我 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哼 害的我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嗯 去大满水来 不破细 我爹活着的时候也是魏武大将军 真以為粉嫂子什麼都不 哈哈哈哈 外人呢走水了 這也能讓你跑出來 看來你還是有點損失 本公就在幫你 王爺王妃 丞相府請二位過去一趟 本王不再與丞相府聯繫 可丞相府傳來消息說 丞相府大火 舒洛雪被燒死 好歹是同王爺您拜過堂的 王妃 您不去看看嗎 我不去了 我怕我去了 會笑出聲來 是 這機器也太費錢了 聽夜市委說 這短短半個月 就花費了五十萬兩百億 這頭氣還沒過 你不在丞相府悼念錢測飛 回來給我銀子做什麼 這是鎮災時 你墊付的十萬銀兩 我在源頭 幫你追回啊 這才幾天啊 就破案了 快說 貪污正在善款的是誰啊 你爹 到底還是逃不過骨肉青青 他在身體裡流著白紅腸的血 怎麼可能不像是他 幹的漂亮 這貪污正在善款 可是大罪 他死了沒 哦 只是替神像求情的狗腿太多 府邸查抄了一遍 打了五十大板 降官一平 但 要在府邸待數月才放出來 便宜的這狗東西 這是本店新出的脫胎換骨丸 使用之後 會使人 腹肉再生 熔岩重塑 吃了這個 就能讓一個醜八壞 維持28天的美貌 什麼 真的假的 我要買 我才不相信呢 我要買 去買食品 看你那個醜樣拿著 就兩個朋友玩 你臭什麼臭你 啊 快 給本宮也來兩個 心病 還需新藥也 太后娘娘 你還有什麼想不開的 與我說說 王妃 也有所不知啊 也不知是誰 今日在皇宮裡 四處散播謠言 說定北王 和定北王妃成婚 半年不見有所出 說是做多了灰心事 遭了報應 唉 太后娘娘 你可不能再這麼 悶悶不樂了 想讓我開心也行 就是 王妃和王爺的身子 沒有任何問題 怎麼半年了 肚子一點動靜都沒有 可這幾間屋子 能有什麼動靜 依陳之見 不如先去歡喜閣 住一個月試試 如若不行 就只能順其自然了 又來了 你不必緊張 你若不願意 本王不會強求你 你不必緊張 你若不願意 你喜歡什麼樣的女子啊 像蘇多雪那樣的 本王喜歡像你這樣 凶一點的 不行不行不行 我還有兩個月我就要走了 再說 就算不走 我也不會喜歡你的 為何 為何 你被蘇多雪睡過了 你髒了 而且我喜歡的 是一是一雙人 一是一雙人 你不行 哪哪都不行 那酒 那我剛才叫你 你爽 好嗎 所以 你爽 不 swap 我 你爽 那你覺得 是一雙人 呢 你爽 很悶 我昨晚到底是做了什么 哎呀 快来呀小宝贝 白雨汐 这是你逼我的 我昨晚到底是做了什么 哎 哎 哎 你 别动 外面有头看的 我想 你也不想让太后再生气 影响我们和黎的事情了 鲲翠 我去上丑了 好 陈贵妃收得这位义女 果然惹人喜爱 就依你所言 册封为若雪郡主 还不快先 谢皇上恩典 平身吧 入座 皇上 若雪郡主已经到婚配的年纪 不如今日我们在宴会上 为她挑选一位 如意郎君如何 朕一向开明 从不搞那些指寸之事 郡主若有一中人 可以跟朕说 朕为你作主 本若雪郡主的一中人是 定北王 这老女人又想搞事情 定北王是有夫之妇 你如今已是郡主 怎么会愿意委屈自己 作歉 本若雪郡主愿意 本王不愿 定北王府不是刚死了一位侧妃吗 现在郡主愿意当你侧妃 朕神以为 定北王谢恩才是 就是 皇上念你啊 不像人听西少 为你那个侧妃开枝算叶 你还不快谢恩 真不知好的 难道你想抗旨不尊不成 本王不是抗旨不尊 而是王妃善妒 以前的侧妃 为何备休 为何早逝 郡主难道没有打听清楚吗 王爷 你要脸吗 明明是你不想娶郡主 居然想拿我当挡箭牌 大家看看 王妃听本王要纳妾 就要呛死 本王甚是为难啊 不用为难 我同意 白与兮 梅良心 白与兮 梅良心 王爷辛怒 王妃她并不是不在乎 她又错和我一次 我又记了一次问 你觉得 她这是在乎我吗 事问天底下 有哪个女子 愿意跟别人分享 自己的故意呢 还不是宴会之上 皇上和郑桂飞一唱一和 王妃怕王爷吃亏 這才孔子裡 說不定這會兒 這個在屋子裡哭呢 王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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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必如此 放心 我是不會碰劇主 你讓我放心是吧 哎 這大婚之夜你在這幹嘛 哎呀快出去 王爺 算王 我好 哎呀王爺 王爺 這是妾身送王爺的第一份大禮 哎 你是真貴妃的人 陳香 造反的證據 為何要告訴本王 想要謀一個靠山罢了 本王會一一查驗 最好老實點 要不然 前面失蹤的蘇貴妃 就是前車之間 哼 你這兒 我會把本家失 来人 看起传定北王妃 王妃快点吧 下人昨夜禀告丞相病危 你现在才来 这个时候来才对呀 怎么会 丞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被人知道你没在他殿前事后 是为够病您大逆不道的 所以才干脆来迟些 把定北王妃给我抓起来 爹爹这是何意呀 现在这个时候 就不要靠近我了 你们家王爷不念月序秦义 非要把本阁逼上子路 既然他不忍 那就别怪我无意 杀 你要不想让他死的话 就跟我走 好 我跟你走 但是你要放了他 快 带走 丞相这是要带着我的王妃 去哪里啊 快闪开 不然我就杀了他 虎独不食子 这个野丫头 也配成本格的女儿 什么意思 少废话 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什么王爷心疼了 还不快闪开 我是丞相你们干什么 太子殿下冤枉啊 太子殿下冤枉啊 郡主和定北王联手查获了你的罪证 是皇上下着要捉拿丞相归案 本王 也是稀有余而立不足啊 别再救我了 这样下去人情我还不清 本王何时要你还我人情 圣旨到 奉天成运 皇帝赵曰 白鸿昌私藏黄袍 贪污银两 豢养兵将 谋反之心 昭然若揭 但立当诸九族 白鸿昌之女白羽西 一属九族之内 圣旨下 将白羽西一并捉拿归案 亲死 臣接旨 这都能算上我 我要面接圣手 那是王爷的事情 咱家 咱家只负责拿人 还请王爷不要为难咱家 带走 没想到 没想到 临死还拉一个垫背的 王爷会救我出去 你就别做梦了 他要是真的爱你 又不会揭发本阁 贪污谋 他根本就是想看着我们父女俩一起死 闭嘴 看到了吗 没有人来 这就是你选的人 亲手把你推向火坑 他会来的 他会来吧 时辰都快误了 太子殿下您还在等什么呢 时辰已到 醒醒 住手 定备忘 您这是公然要抗旨吗 不敢 太后有旨 太后念白羽西有功 赐封号白羽公主 已算皇族中人 除去白氏九族 参见公主 谢救 公主万万etz 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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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又是你 慢着 斩不斩是皇上说了算 赦免死罪的圣旨何在 片刻就到 片刻 现在还没有看到圣旨 定北王 您的所作所为可算是 截 罚 还愣着干什么 你给我抓起来 这 快醒醒 明君爷 你疯了吗 为了你 我都愿意 别说话 来 我扶你起来 上方宝剑在此 应北王说是再敢做吧 你庶民同罪格杀无论 我当誓死保护王妃老夫在此 谁敢动我徒儿 反了反了来人呢 麻烦你给我抓起来 圣子道 皇上有职立即放人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金风白雨夕为雨夕公主钦祠 走起来吧 贵妃娘娘 我这一走 以后 就再也不见了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太子底下 不会不管我的 哎 我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杀我 无冤无仇 我的好爹爹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雪儿 你 怎么了 爹爹看见我没死 很失望啊 雪儿 你看在我把你抚养长大的份上 你就饶我一命吧 爹爹 聂佩啊 这么多年你把我像条狗一样对待 哎 现在这些都是你最有应得 哎 哎 哎 这块玉佩是我小的时候带过的 可是被苏洛雪抢走了 现在苏洛雪已死 这块玉佩怎么会在这里 只有一种可能 苏洛雪还活着 这是丞相的治疗单子 他不能生育 这是不是说明 我也是被收养的 奴婢不知 只是听说丞相客妻 苏大夫人这三个小妾 都是在府上 没有一年就没了 看来要找到我的生父 是大海捞针 那块玉佩的风格 我看像别过的 私心结过后 我将出征难瞒 到时候帮你查下线索 出征难瞒 那可是九死一生的印象啊 本王会安全回来的 我 不如你现在先告诉我 三甲仙尸的下落 不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线索就断了 百亿而狼 我怎么就白眼狼了 王妃 王爷只是用这九死一生的印象 来换得皇帝陛下赦免你的圣旨 你怎么在问线索啊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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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爬那么高干什么 马上就过私心结了 本王妃 本王妃作为当家主母 当然要操实一番 哦 对了 还有惊喜给你的 等着吧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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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还天天在本宫面前蹦的 让本宫 夜不能寐 茶不能丝 娘娘放心 不日就会有好消息 滚 再有半个月 太后你的身子 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好 你这孩子心地就是善良 往后啊 哀家就不催你生孩子了 你就是哀家的亲闺女了 吓 启禀太后 太子好像病了 化身于此刻也不在宫中 太医院的人也束手不策 想请王妃过去瞧瞧 我再就去看看 开门 开门 啊 我去又走一去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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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呃 你为何不跑 你过敏这种严状 我要是不救你就等于杀了你 上次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你束手帮了我一把 这次就当我还完你的人情吧 本王终于明白 小黄叔那么冷静的人 为何甘愿为你唱语皆发唱 凌凌争难满 换我 也会 你说什么 没什么 白玉公主太子殿下 你们竟然趁听美王不在 勾搭成奸 给我押上去 白玉兮 我看这次 还有谁能来救你 使不得啊殿下 太医说您的身体尚未恢复 滚轩 现在去了也来不及了 来人 给我把不守复道的定北王妃 吊堂 住手 令白在此 我看谁敢造死 本王妃和太子殿下是冤枉的 本宫和无数双眼睛 看到你们单独在房间 衣衫不整 行苟且之事 在这里冤枉什么 本王妃之所以和太子殿下独处 是因为她误食了过敏之药 性命危在旦夕 叫唬 太子殿下生龙活虎 怎么可能会过敏 谁能证明太子殿下会过敏啊 老妇能证明 参见陛下 免礼 您是王妃的师父 万一偏袒了王妃 我们也未尝可知 唯有亲眼所见 我们才能幸福 我就不信 善于明哲保身的林军妍 会为了救你 不顾自己的性命 白玉玺 这次你就算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 哈哈哈哈 这又何难 胡闹 快快快救人 复活 儿臣和王妃是冤枉的 哼 臣妾不知其中误会 还请皇上恕罪 事情究竟怎么回事 这心里都清楚 过去之事不上大雅 臣可以纵容 但今日你竟然敢勾陷太子 请这胆大包天 皇上 臣妾也是为了 皇室命运着想啊 你住口 来人 将臣贵妃 打入冷宫 禁闭于悦 若雪郡主 被皇兄拉出去 长大三十大板 皇上 若雪郡主和臣贵妃 可不仅仅是误会和帮凶这么简单啊 皇上身处真贵妃 你现在颁布倒她的 我可不是会忍去吞声的人 其实颁布倒她 也要把她咬个半死 启禀皇上 若雪郡主 她其实 就是被萧细回丞相府 失踪多日的苏洛雪 皇妃 你可要想好地再说 若雪郡主与苏洛雪 相貌显得相似 但气质相差数倍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皇上 我所说之话并不假 我有证据 这就是证据 此物 为脱胎换骨丸 吃完 可以让人变美 甚至变幻模样 苏洛雪 就可以见到她庐山真面目了 皇上 王妃所言荒唐之极 她表面是在羞辱洛雪郡主 其实是在羞辱本宫啊 皇上 嗯 要杀药寡都行 为何要如此羞辱我 白玉璽 我自门隐藏得很好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本王妃炼制的脱胎换骨丸 吃完会有一香 你每靠近我一次 我就确定一次 原来真的是书策妃啊 怪不得对我们家王爷死缠烂打 原来是贼心不死 大胆苏洛雪 竟敢乔装打扮金弓戏怒天子 还有真贵妃 你提拔这样的人到父皇身边 你按的什么心 皇上 臣妾冤枉啊 臣妾 一概不知情况 冤枉啊皇上 皇上 我的偷胎换骨丸价格不菲 每个月都要扶三颗以上 只要查看真贵妃的账簿 就可以知道他知不知情了 事到如今 还敢欺君 来人 把真贵妃贬为贵人 打入冷宫 没有真的之意 不得放出来 皇上 臣妾冤枉 皇上 皇上 不要啊 皇上啊 至于苏洛雪 臣念你重心遗孤 我是苏家的后人 曾经留你一条性命 将你贬为庶民 流落难门 为奴为妾 谢皇上 恩典 顶着张鬼一般的脸 为奴为婢 没人敢要 像她这种坏事 做绝的女人 走到哪里 都是过节老鼠 人人喊打 以后的日子 有她受的 你给我等着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 不对啊 南蛮离这里 千里之遥 你是怎么回来的 三天三夜没睡 你不要命了 因为我担心你 可梦 王妃 是不是对这样过敏啊 王妃的脸好红啊 我这是热的 王爷凯旋归来辛苦 你去厨房 弄点生汤 你王爷补补身子 是 对了 看你这些日子 照顾王妃尽心 我准备了 南蛊的小礼品 赏给你 谢谢王爷 我准备了 南蛊的小礼品 赏给你 谢谢王爷 元爷说喜欢一个人 就要先打点好他身边的人 我这样做应该没错吧 本王的兵书都白看了 居然相信那个单身汉的狗屁主意 王妃 就 一份礼物啊 我还准备一份 什么东西 伯王妃没有见过 不需要 王妃是不是吃醋了呀 我哪里吃醋啊 不要胡说 哎呀 我烦了 出去 出去出去出去 王妃你没听说过吗 好东西都是要压轴出厂的 王爷给你带来的必然是好东西 你先看看吧 这王爷 千里迢迢就送了一张纸给王妃 这是 这是我这次出征 查了一下你随身携带玉佩的出处 他的出处在云国都城 所以说你的父母有可能在云国都城 所以说你的父母有可能在云国都城 难怪王妃不高兴 换了奴婢 我喜欢 我是一些从外邦学习的 在他们野里 这只是表示友好和尊重 你就不要大惊小怪了 哦 对了 你这块玉佩啊 极为罕见 价格不菲 所以说它有可能出自于 三大大国之首的云国都城 所以说你的身世 非富即贵 哦 对了 我还查了你的深沉八字 最后剩下三户人家 很有可能你的亲生父母在这三户人家中 你怎么不继续说了 过段时间不就是你的深沉了吗 啊 对了 你不说我都没发现 你们在说什么好玩的呢 我也听听 哦 没什么 没什么王妃 没什么王妃 这个大主帖子 竟然连我的丫鬟都敢调戏 王妃最近看王爷的眼神 特别像老王妃看老王爷的眼神啊 老王妃看老王爷是什么眼神 又爱又恨的眼神 又爱又恨的眼神 受不了了 我要去问清楚 爱不爱我 我要亲自演唱 王妃 大家都在等你呢 去哪啊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这是送你的生物礼物 你就这么开心啊 你就这么想走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你爱不爱我 怎么喝那么多 那么多人 没有来着你啊 我问你 你爱不爱我 怎么 酒后吐真言啊 你好啰嗦真妨 爱还是不爱 爱 你做什么 霸王意上钩 肖肖 我要上盲房啊 你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人 手下在 王妃呢 王妃不是一直在 王爷的意思是 你们今晚又圆房了呀 那老王妃 想要孩子的想法 不就可以实现了 少废话 回去找人 是 从这王府上下都找了个遍 都没找到王妃 这王妃不会跑了吧 这王妃不会跑了吧 有可能啊 王爷不是都说了 要给王妃写和离书的 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都给我闭嘴 我去找 我去看看 我去找下个遍 我再去找下一个遍 都回答了 我去找残放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你找他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给你找我 我找你找他 你找我 都回答了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一千辛万苦把我劫来这里 就是为了毁我荣 十年前就已经毁过一起 谁知道你这么秘义 现在反过来夺走了我的一切 凭什么 凭什么同样是杨绿 白红肠把你当做敌女 却把我当做狗 多行不一臂自毙 如果你现在放了我 我可以考虑给你一瓶脱胎换骨丸 哈哈哈哈 哈 没用 没用了 荒野已经厌弃我 他再也不想看见我了 我千方百计驾进亡虎 你被那样赶了出来 我不甘心 白玉玺 倒是因为你 王爷才对我变了心 因为我 苏洛雪你还不明白 如果是靠算解和欺骗得来的感情 是不会长久的闭嘴 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 我们也连破 不愿意破 我到现在我都还愿意 白玉玺 要我怎么能不恨你 连这眼睛没困过 很得意 哼 见 我现在就把你的里画画 我要你死 林静眼 你 那 别害怕 别害怕 任何人给我伤害不了你 我不怕 只是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我误会你 下狄狱吧 下狄狱吧 如果有来世 你喜欢我吗 如果有来世 鲜血会做人 没想到 你们俩是老乡啊 我也不敢相信 没想到 这位老者伪装的 还挺像的 乱是狗活 乱是狗活 机器 我造出来了 老夫花了三十年 都没能实现的东西 王妃弄了不到三个月 就弄成了 这也太深了嘛 少啰嗦 现在还差两个灵者 你找得怎么样了 王妃 你就是木灵者 我认为 此事不可外传 为何 十年前 桓英和皇上说过 只要找齐五位灵者 就能得到长生不老的办法 你要是不想被捉去 当药银子 就不要去 言之有理 几日不见 你们不像之前那样 针尖对脉王 而像是新婚一样的 小夫妻啊 小黄叔 你们速速给我进攻 太后遇刺了 什么 什么 太后 走 这次 这次 太后 我 我还有办法 不行的 不行的 没用的 你们两个 要好好的 不 我还有办法 没用的 都过去一个事才来 太后怎么还没好 这次伤口的位置 十分凶险 我虽然救回了 太后的性命 但是 以她现在的状态 和植物人差不多 能不能醒来 就看造化了 你已经很好了 不 不够 这次 我就算豁出了性命 我也要救出凶手 我跟你姐 还有我 这位公公 想往哪儿跑啊 这位公公 想往哪儿跑啊 想死 没那么容易 真贵人 真贵人 怎么冷宫也 惯不出你 竟然证据缺凿 还有什么话可说 你这个毒妇 太后为人宽厚 与你无冤无仇 你怎么能下得去 如此的毒手 无冤无仇 无冤无仇 这个快要入土的老东西 站着后宫主权不放 本宫从窦寇年华 熬成黄脸婆 他不死 本宫何来出头之日 大意不倒 简直是 使而宠之 哈哈哈哈 半剑如半虎 本宫从来没有小能容宠一生 哈哈哈哈 是你 都是你 是你 是你非要把我拉入你的三宫六院 然后又回头生击你的阴阴阴阴 可是过几天的局面都是我的错 那也是你的一半 可是过几天的局面都是我的好 那也是你的一半 关了几天冷宫 风言风语 我没放 我没放 你做的那些穴的事 可不必我少 用不了几日 你就会下来陪我 哈哈哈哈 来人 我拉下去 淋迟处死 不要 放开我 看到郑贵妃 我终于能体会到 你说的一夫一妻子了 你可能做到 日月为正 天地为鉴 对了 太后昏迷之前 对你说了什么 说了一件 库房留给我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是先皇传位于你的诏书 是皇兄夺走了你的皇位 是皇兄夺走了你的皇位 太子殿下 前来何事啊 珍贵人已被处死 最近公厄与连连 父皇为其平安 于十日后摆了一桌佳宴 特地让本王来送拜天 请两位到时准时候敷衍 我怎么感觉 这不像是假意 倒像是鸿门宴 正好 我有事情找皇兄 你走到哪 我就去哪 别想撇下我 你不走了 不 不那么着急走了 本公先告辞了 他怎么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还不是因为你 以后啊 不准走了 走的话 打不断你的腿 你不过啦 不过啦 嗯 你不过什么 你不过什么 不过啦 等下 你 红烧 你 王爷呢 王爷一大早就出门上潮去了 王爷对王妃可上心了 无论是找生父还是找灵者 他告示贴的都快有一本书那么厚了 奇怪 那怎么还是没有消息啊 连冒领的都没有 咱们王爷可聪明了 约见面的地方都是酒楼 而且自认为是灵者的 还要带黄金万两层的上门 这样亏本的买卖谁会上杆子座 其实最近 我一直找到了最后一个灵者 他就在这个酒楼中喝茶 好 银钱给我看看 最近事物繁忙 恐怕在此不会久留啊 他怎么长得和白红昌一模一样 你认识白红昌 你这玉佩是从何而来啊 莫非 难道 你是我的女儿 她不是骗子吧 来来来来 今日我们大灵国除烂臣 杀妖妃 也算一件好事 干一个 来 还有些事情 没有茶的水落石出 本王 无心喝酒 还有什么事情啊 非要让我把当年的事情 抖出来是吗 我当时什么事情 我看 定北王 有点喝多了 走 朕扶你下去歇息一下 我好了 定北王刺杀了 皇上 赶救她 随我来 是你陷害了王爷 皇妃果然还是这么聪明的 所以从头到尾 你接近我 也只是为了借我的手 除掉丞相和贵妃 甚至是皇上和你的皇叔 只为了一个冷冰冰的皇位 从前是 不过现在不 只要你能答应改嫁本王 本王或许可以留定北王一条性 将他流放南蛮 你或许现在就可以杀了本王 不过 这就必定搭上定北王的姓 你可要想好 我想好了 只要你让我再见他一眼 再做决定 这是参了软金散的酒 喝 见定北王最后 无论生死 这都会是你们两个人的最后一 好吧 我一定要叫你救出去 和黎叔已经 放到书房里了 这样你就自由了 这样你就自由了 和黎叔已经 放到书房里了 这样你就自由了 你这个大猪蹄子 我刚决定要和你永远在一起 确实要跟我和黎 你放开我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本王 答应你 交出宠位教书 免你护物之忧 本王现在改变你 杀 杀 杀 你看 你 你 你救我 名不正名不顺 人下打乱了吗 弑父的事情我都敢做 还有什么名什么顺 何过现在朝中 没有人能比本开子 更正顺 唉 放心 看在你们这么相爱的份上 我一定会让你们在生离死别之前 再见 走 放开他 金眼 原来以前定北王 振灾振难 都是收买人薰的手段 真是丧尽天良 就是 定北王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大难临头各自威 现在为了活命 竟然勾引你太子 真主要留人 你们不要胡说 王妃一枕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呀 就可 嘴长在你身上乱说 你怎么不跑 我说过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哦不对 是我们三个都要在一起 我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了 原来是一对苦命鸳鸯啊 太子真的是胡作非为 定北王和定北王妃一定是冤枉的 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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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你末王 放了定北王妃 冤枉的 冤枉的 你不是被笑话 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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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被 compact的 你不是被笑话让记 Ron 冤枉的 冤枉的 莴王妃可是 bisc 上 云国国主驾告 卫营 卫营 邻国年年都要进贡强国之手的云国 而且还是云国国主亲自驾的 云国国主能大驾光临 真使我邻国蓬毙生辉 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来看我女儿的 女婿来父皇这里 不是骗子 真是我爹 你等一下我去抱个大腿 父皇 救救你的女婿和未出世的外孙吧 来人 祝邻国疲乱 只要邻国郡主 善待我希儿 相信我们两国 也会永结两国之好啊 哈哈哈哈 放心 有哀家盯着呢 要不是这孩子啊 我这老太婆早就死了 不走了 那也说不定 如果 你欺负我 永远不会 继续 谢谢观看